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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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医院的物资情况怎么样 前两天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有医生也在群里面反应 他们需要的就是连护目镜 往复服那些都没有 现在好一点了吗 这边有物资昨天过来了 所以最新的情况我不确定 准备把物资拖回去 拖到医院里面 到消毒液 最后几箱发完了 已经送到了五医院 三位可敬的天使 他们很辛苦 下一站去发 然后呢最一线的医院情况呢 医生他们本身自己的休息时间 就几乎没有了 因为他不可能就是马上要下班 然后他下面还有一个医生过来 他要了他都不敢去杀手 他自己不敢有一丝的放松 并且医者人心嘛 他看到那么多患者在那里 他自己心里面的压力也大 是的 我觉得最需要平复的应该是医生和护士 然后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医生 他在武昌这边上班 他每天要从汉口骑记忆车 骑到武昌去上班 一起骑一个多小时 因为那个医生也很老实 他不好意思在群里面 问谁有私家车可以接送 有些他们有车的人 都是背着他们自己的家人去做这些事情的 有些说我去外面买个菜 其实他们就是去接送医生去了 他们没有敢告诉家人 因为也怕家人担心 感谢大家今天过来啊 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国家其实一直在经历着 各种不同不同的一些挑战 这段时间给我的感触就是 一旦发生一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万众一心的去想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想告诉那些 就是现在正在听语音的人 这次疫情只是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只要一起全力奋斗 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就是防护用具 还有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们 比如说现在在建的一些火神山 雷神山这种 给更多的患者去住 现在也做了很多 比如说从外面调一些医生过来 给他们帮忙 就是在我看来 这也是他们最需要的 我们能帮助的他们 就是在他们后面 给他们更多的物资 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现在除了武汉之外 湖北的其他各个城市的物资 也非常紧缺 几乎所有的力量 都集中调往在武汉这边 可是武汉周边的一些城市 医院都已经自己发了一些公告 就是他们其实也非常非常紧张 但是他们受到的关注却很少很少